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将带领大家来学习3D基础数学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波 主要从事3D游戏引擎 大概做了4年的时间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主要以游戏的角度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目前来说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游戏行业都发展的比较迅速 但是游戏的发展仍然没有达到领风 游戏属于娱乐行业 全球大概有60亿人口 大家肯定是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来投入到游戏里面 所以大家选择这个行业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有着许多挣钱的机会 说到游戏 就不得不谈一下 目前游戏渲染的主要发展趋势 因为我的课程 是一门主讲渲染的课程 因此我们这里只关心渲染的技术 目前游戏的渲染技术 都是在向着GPU渲染靠起 就无论是3D还是2D 造成这个的主要原因 其实有几点 首先是CPU的计算能力有限 并且CPU需要处理非常复杂的质量 因为它不仅 要维持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转 它还要相应其他程序的 指令 CPU就会变得非常忙碌 如果某个应用程序 占用了大量的CPU资源 那么我们的游戏 就只能拥有少量的资源 游戏拥有复杂的逻辑 以及丰富的画面 由于得不到足够的CPU资源 游戏就会牺牲掉复杂的逻辑 以及丰富的界面 这样就会造成极差的游戏体验 通俗都说 就是非常卡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 玩家他其实并不知道 游戏卡顿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电脑配置差 或者说其他程序 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造成的 玩家他的直观感受 就是游戏非常卡顿 近于这种情况 GPU也就应用而生 GPU的主要工作就是绘制画面 我们通过 GPU来接管 CPU的绘制工作 减轻 CPU的负货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 GPU已经 变得非常普及 许多游戏公司 就为了追求游戏的流畅度 从而使用GPU来渲染 游戏画面 从本日之上来说 使用GPU来做炫酷的游戏画面 其实就是为了追求流畅度 因为GPU可以做的工作 CPU同样可以完成 只是CPU花费的时间更多 对我们开发者的眼中 游戏大致分为几个部分 在PC平台上面 大致分为有端和无端 有端指的是需要客户端 无端一般指的是 网页游戏 比如目前比较火热的 有端游戏 大多都采用了GPU加速 像最近才出的天涯灭月刀 以前很经典的魔术世界 暗黑炮汗神等等 在网页游戏里面 由于浏览器的限制 大家一般是使用GPU来渲染3D模型 以2D的形式表现出来 然后就是主机平台 比如PS4、360等等 主机就是为了游戏而生的 早在PS2时代 就已经配置了GPU 因此大部分的游戏 都是采用GPU加速来做的 最后就是移动平台 移动平台 我们默认以手机为主 目前开发手机游戏 用的最多的引擎 就是CocoSLED 和Unity3D CocoSLED和Unity3D 都是采用的GPU来进行渲染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CocoSLED的代码 我们随便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IOS 它有一个叫CCGL 的投文件 差不多就是这一个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引入的是OpenGL的 投文件 其实也就说明了它是使用的OpenGL 来进行渲染的 从这里面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 GPU的渲染方式已经成为了主流 并且在以后 它仍然会成为主流 我个人认为 它最后将完全使用GPU来进行渲染 既然 既然GPU渲染已经成为了主流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了解 或者学习一下 如何使用GPU来渲染画面 那么这个其实就设计到了图形图像渲染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图形图像渲染 包括了2D和3D 就无论是2D还是3D 它们使用的技术都是一样的 底层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3D可以认为是2D的一个强化版 比如说我们把3D拍点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2D 我最初在学习3D的时候 是非常痛苦的 相信目前正在学习3D的同学 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特别是从2D直接转到3D的同学来说 感受应该更加深刻 最初在学习3D的时候 里面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概念 比如说向量 矩阵 为什么向量可以省意矩阵 但是矩阵就不能省意向量 什么又是UV 什么又是顶点 我在学习3D的时候 其实是走了非常的弯路 因为全靠自学 没有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 为了让正在学习3D的同学 少走一些弯路 才有的本套课程 这个课程其实是一整套 现在我们讲的是 这套课程最基础的部分 如果大家坚持学完 到最后大家肯定可以独立开发出 属于自己的一个CocoSLD 或者是UV3D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件 意想天开的事情 如果大家能够熟练掌握底层原理 做一个比较简单 或者说常规的引擎出来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业余的时间 做的一个比较简易的引擎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 它的风格应该和UV3D类似 比如说可以创建Cube 可以进行位移旋转缩放 然后我顺便还写的比如说有例子系统 这些知识点我会在后面的code 这些课程都会一一为大家讲解的 大家在学习本套课程的时候 要区别于其他课程 本套课程主要讲的是 教大家如何制造一个锤子 而不是使用一个锤子 比如说使用CocoSLD进行首个开发 使用UV3D进行首个开发 这些其实都是在使用工具 大家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时候我们的课程是在教大家如何制作工具 因此难度要稍微高一点 就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学下去 一旦能够坚持学完 在以后的开发当中 就会受益无穷 遇到问题就会延然而解 比如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个非常经典 并且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先在这个场景里面放一个 放一棵树 然后我把这个透明 带有透明通道的贴图给它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棵树 就看起来显得非常错乱 在有透明的地方 看起来 根本没有透明 大家可以看到 透明的地方其实都互相穿插了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ULED3D的bug 因为正常的渲染出来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渲染画面 大家如果正在开发一个游戏 并且已经进行到了一半 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的 肯定是自己的代码出了问题 而不会想到 这个画面本来都是正确的 当排除掉代码的问题之后 大家才会发现 在ULED3D里面 一个简单的模型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可能就会觉得 这就是ULED3D的bug 其实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了解底层原理 当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之后 大家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惊讶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掉 这一个问题 说了这么多 那么数学和3D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要创建的是一个虚拟的3D世界 通过外置的设备进行输入 然后虚拟世界进行反馈 从而达到交互 但是这个3D的世界是虚拟的 我们要在计算机里面把它模拟出来 计算机的本质是处理数据 进行运算 由于计算机它只能够进行运算 因此我们只能使用数学 来构建这个虚拟的3D世界 既然要使用数学来构建这个虚拟的3D世界 那么我们在学习3D之前 就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学知识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把3D的基础数学 放到3D图形图像渲染课程最前面的原因 先学数学再学渲染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 有一些前置的条件 首先需要大家对3D有兴趣 因为只有有兴趣才有动力 其次就需要大家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 比如说现现代数 三角学等等 但是这一个不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就会讲到这些知识点 最后就是需要大家掌握 掌握某一种编程语言 因为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不会给大家讲解 某一种编程语言的语法 因为这样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是比较浪费时间的 以上三点 就是大家在学习本课程之前 就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 那么今天的课程介绍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会为大家讲解到 有关坐标系的知识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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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